讲了一个 还有一个需要讲 但是我看时间也得来不及了 那我们花一点时间 把这个最后一个空间给大家讲完吧 这两个我说了后面会讲 这几个都大东小异 我就不讲了 然后 View Spin Flipper跟我们的这个View Switch 差不多的 那么最后一个 我们就来讲一下 时间和日期 其实这里头内容很多 我就只讲一个Data Picker Data Picker就行了 其他的都差不多 大东小异 Data Picker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用这个 Form的 这就上面放一个日期 日期相关的 这个是我们的计数器 这是我们的电闹钟 这个是我们的电子时闹钟 这是我们的秒表 那种东西 计数器 这个就是我们年月日 Time Picker当然就是我们的秒时分 我们看一下它这里面有什么要设置呢 其实我们在这里看一下也可以了 就开始的年 结束的年 这肯定是它显示的一个范围了 比方说你从1963年开始到2011年为止 这样子 其他的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很特殊的地方 那我们就直接上代码吧 好 直接上代码 短路啊 这个啊 短路有的时候 我们在这儿来一个 Show Date Picker FindViewById R.id.DatePicker1 DatePicker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DatePickerDark了 猜想了 后面可能会有用 DatePicker 我们看set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要用它显示时间 对吧 第二是我们去监控每次时间修改的这个事件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显示 有没有set相关的呢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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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那么没有怎么办呢 去官网了 来看一下跟我们Data相关的 在这儿吧 在官网我们看到了 它这是得到当前的一个年月日啊 就用Calendar 这个是Java的Java的一个类 用Calendar GetInstance 这种方式 我们看一下具体它在哪去设置时间的 设到这个空间上面 它直接用了一个大辣子 直接用了一个大辣子 这个就不厚道了 怎么可以一上来就让别人去用Data呢 就用它的那个对话框了 不管它 我们再查一下类 类里面有什么重要的方法 我们自己来找一下 不管它 刚才这个 它直接用了 它提供的Data 等等 再有一个 你逆的初始化 我看这个东西想 看这个东西想 我们来看一下 初始化状态 传入的是时间 加入一个DataChange的Listener 时间改变过后 就是这样一个监听 我们一看 这个东西就对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来这样子来做 那我们要传入的是一个时间 首先我们当然要得到系统的时间 得到系统的时间 我们说了有一个Calendar这个对象 Calendar Calendar Get 它里头有一个静态方法 Instance getInstance 返回一个当今的Calendar实例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Calendar里面就会有 通过什么呢 get的方法 get传入它的几个field 能够得到它的具体的年月日的这个值 那我们下面就直接用了 GatePicker1.Init 首先传入年 那么我们就用Calendar Calendar的get get的谁呢 Calendar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常量 叫year 这个就是年 返回来的年 返回的就是它的年 同理 我们用Calendar 最后是一个listener 最后是一个listener new一个on date listener 这个是日期改变过后的 那我们就给它显示出来就行了 对吧 posed.make forwidget.list 日期改变过后的年月日 我就不再给它转换回去了 你要转换回去了 还是可以用parent 或者用date都可以 我就直接给它来一个拼接吧 year 这个是month 这个是month 这个是 再加上date ok 这就是我们显现的一个效果 为了让它的这个识别更准确一些 为了让它更像那么回事 我在这给它加一个1 表示这确实是我设的 加个1 2011年变成2012年 明星下 忘了设置它为主的 没事 是 是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设的 2012年10月31日 我们点一下 看到没有 都显得出来了吧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效果 那么 我们很多时候 可能会在下面放一个按钮 点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得到的值 是不是再给它保存到系统里面 但是这个地方有个小问题 就是 我找了半天 没有找到设置系统的时间的地方 这个很讨厌 你只能通过什么呢 通过传Intense 我们知道通过Intense 你去找到那个系统的 在setup里头 就设置里面的那个时间的 那个datalog 在那个activity里面去设置 只能在那个地方去设置 那我就很奇怪了 我就死找慢找的 我找到哪了呢 比方说我这儿不是得到年月日了吗 得到年月日了对吧 我们试了一下 我们 它有一个系统 时钟这个类 里面有一个set current time 能够去设置当前的这个时间的 能够去设置的 本来 但你去试一下 试了不管用 所以我在想 这是出于安全的一个考虑 就好像我们 Java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的Java里面 我们是不是通过system current time 就可以得到当前的这个时间 当然这个返回是个浪 因为它是根据格林威治时间 的那个公元 什么时候 一直到现在的那个浪值 这个值 说白了我们一个时间 其实我们具体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这么一个长串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长整形变量 就是以秒 以毫秒 以毫秒为单位的 这样一个 从格林威治时间 公元 零年 零点零 零分零秒 开始一直到现在的 就这样一个数字 我们通过这个数字 我们给它改成 把它转成了哪一年 公元哪一年 哪一天的 知道了 所以我们设置时间 设置浪是对的 但这个得到时间 没有问题 但设置时间 我设了不管用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去设一下 如果谁 有好的设置时间的方法 也不妨告诉我 就是 解决我这个困惑 因为我发现 只能通过你调动系统 那个设置 时钟设置那个地方 才能增加时间 后来我 我每期明月给他一个解释 就叫做 出于安全性的考虑 而且 确确实实 一般情况下 我们也没有必要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就在我们的应用程序里面 去设置系统时钟 对不对 这个确实是 从作用上来说也不大 我们一般就得到系统时钟 就差不多了 所以 这块我也很难忘 但是它确实是有那个方法的 有些系统时钟里 你设了不管用 那么好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到什么呢 用到我们的一个对话框来去设置 用到我们一个大辣的对话框 那那个内容的话 干脆我放到后面 讲大辣的时候 一块讲吧 那今天的话 就不跟大家去累数了 那 其他的都类似 Time的这些都类似 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 重在研究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今天给大家讲了很多重量级的空间 大家回来 好好地去练练 回顾和练一下 除了我们的WebView 和这两个没有讲到 这两个 这个后面会讲 以及这些 我都是抽了一些典型的来跟大家讲 其他的我们都掌握了 特别是我们是学到了什么的 GreatView啊 Gallery啊 还有我们的Image Switch啊 这些配合 很有意义啊 万变不离其中 好 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就开始 就我们的标准化空间 已经全部讲完了啊 下一次我们就讲布局了 下一次就讲布局了 这周我们会把我们的UI 全部就讲完 初级阶段的东西都讲完 OK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休息了